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ED学员推出的 Android的高级UI空间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集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系统空间ActionBar 实现各种效果的动作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ctionBar长什么样 ActionBar通常位于状态栏的下方 有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Icon和Title 第二部分是若干个ActionItems 第三部分是ActionOverflow 由三个竖着的点组成 点击这三个点就会打开一个菜单 里面包含了更多的ActionItems 下面这两张图是ActionBar的常见的用法 其中可以把某个ActionItem 作为一个分享的按钮 对于第一部分 Icon和Title还可以进行导航 接下来我们就编写一个Demo 来分别看一下 如何添加ActionBar 如何移除ActionBar 如何修改ActionBar的图标和标题 如何添加ActionItems和ActionOverflow 以及如何响应ActionItems的点击事件 接下来我们就新建一个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 来看一下如何添加ActionBar 在AndroidManifest.asmr这个文件中 如果指定Application或Activity标签的SIM属性值 是SIM.hollow或者是去止SIM 那么创建的这个Project 它就会添加ActionBar 当我们使用插件来创建一个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的时候 如果我们选择SIM是hollow或者是去止SIM 那么创建的这个项目也是自动会添加一个ActionBar的 我们建立一个Project ActionBar Come.med.edu.activity 4.0.3 HoloLight Next 添加到Med.edu这个WorkingSize里面 Next Empty的Activity 由于我们在创建项目的时候 指定SIM是hollowLight 也就是说系统会在 这个样式文件中 指定一个主题是SIM.hollowLight 它的一个子主题 因此我们创建的这个项目是具有ActionBar的 我们运行性效果 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运行效果 我们创建了一个只包含Logo和Title的ActionBar 如果我们想要移除这个ActionBar 我们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将SIM的值设定为 Android的SIM.hollowLight NoActionBar 第二种方式是在Activity中 调用这个Hide的方法 当然首先要得到这个Action 得到这个ActionBar 然后调用它的Hide的方法 我们先看第一种方式 将SIM的值设定为 SIM.hollow.noActionBar 因此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样式文件中 将这个值改为Android的SIM.hollow.noActionBar 就可以了 保存 再运行 好 这样是不是ActionBar就没有了 我们就把ActionBar给移除了 我们再返回成我们修改之前的状态 仍然保留ActionBar 通过在Activity中 先得到ActionBar 然后再调用它的Hide的方法 就是这样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好 这样是不是也没有ActionBar了 我们还是把这份代码先去掉 仍然是保留ActionBar的 加个注释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修改ActionBar的图标和标题 先看一下如何修改 在默认情况下 系组会使用 Activity标签的Logo属性 Logo 如果把这张图片扣过来 组会讯得到 为什么要改变 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来讲解释 同样的 我们来讲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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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运行一下 这样 Aximbar的图标就改变了 如果要修改标题的话 默认情况下 系统会使用application或activity标签的label属性 指定的文本来作为Aximbar的标题 我们只需要修改application或activity标签的label属性 就可以修改Aximbar的标题了 我们修改一下这个label属性 我们加一个文本 StreamNave 就叫Aximbar title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对机器人的图标 所以我们就叫安卓的吨词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这样Aximbar的标题也改变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给Aximbar添加Axim items和Axim overflow 我们只需要做这两步工作就可以了 首先 我们把所有的Axim items定义在一个menu资源文件中 然后我们重写activity的on create options menu方法来加载上述的menu资源文件 这样当activity被创建的时候就会调用on create options menu方法来加载上述的menu资源文件 所以从而把所有的Axim items显示在Aximbar上 我们先来定义一个menu资源文件 建立一个menu文件夹 那我创建一个activity页文件 创建一个activity文件 報導文件就叫 action items 文件就叫action items 文件就叫action items 然后我们先在极限等 然后添加几个actionitems项 item 添加一个id 第一个比如说是删除按钮 actionitemdelete给它指定一个图标 比如我们使用系统的图标吧 android droid 找一个删除的图标 这有个删除图标 给它指定一个标题 我们这里先定义三个文本 分别是删除添加和发送邮件 删除 添加发送邮件 删除 添加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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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我们指定它什么时候显示在action吧上 这个选项呢 这个选项呢 先说它的属性 是android的show add showaddaction 它的含义是指这个下如何显示在action bar上 它有几个可选的选项值 比如常见的never永远不显示在action bar上 也就是说这个action item呢它显示在action overflow上面 if room 意思是说如果action bar的空间允许的话 也就是说有剩余空间的话就显示在action bar上 否则将显示在action overflow上 always 意思是指永远显示在action bar上 好 这几个这前三个是比较常用的 我们这里指定 它是always 永远显示 第一个是永远显示 然后再添加两个action item 再添加一个add指定一个图标 找一个添加的图标 这里有一个添加的 第二个action time我指定if room 如果空间允许就显示在action bar上 修改它的文本 第三个 第三个我指定是发送邮件 找一个系统图标 这里有一个发送邮件的 最后一个指定是never 永远不显示在action bar上 这样这个action bar的菜单资源文件 我们就定义好了 然后我们在activity的on create options menu方法中 加载这个菜单资源文件 我们要重写on create options menu这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中 先定一个用来解析菜单资源文件的一个inflator menu get menu inflator get menu inflator 然后要用这个menu inflator的inflator方法 第一个参数呢 指定我们定义的开单资源文件 2.menu.action items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方法中的这个menu 参数 好我们运行一下 那这样 action bar上是不是就多了 首先看到的是两个action items 第一个是删除 第二个是添加 然后我们点击action overflow 然后一个发送邮件的action item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指定的就是在menu资源文件中指定的几个属性 首先我们指定了icon这个属性 通过运行结果 通过运行结果大家看到了 action bar上的action items默认只显示图标 这两个action item默认只显示图标 对于action overflow中的action items是默认是不显示图标的 默认不显示图标 对于title这个属性 action bar上的action items默认是不显示title的 它只显示图标 它只显示图标 如果我长按action bar上的action items 那么会显示title 如果长按 来这会显示删除 显示添加 长按会显示title 对于action overflow中的action items默认只显示title 刚才已经看过了 只显示title 其次呢 对于show action这个属性 它有几个常用的属性值 好 这是如何在action bar上添加action items和action overflow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响应action bar的 上的这个action items的点击事件 我们只需要重写activity的on options item selected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我们重写这个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 on options item selected 在这个方法中 我们只需要对actionitem的id进行判断 就可以了 我们用一个switch item.getitemid 如果这个id呢 它是actionitemadd 添加按钮 那我们就显示一个toast make text 第一个参数是this 第二个参数是显示的文本 就显示天价 最后是持续时间 toast.long 点瘦 对另外两个actionitem进行判断 我们对每一种情况还要返回true 墨烦呢 我们要返回 复类的 onoptionitemselected 把这两个判断条件改一下 这个改成delete 删除 删除 最后一个是发送邮件 我们再运行一下 有一个错误 我把这旁删掉 多写了一套 我们点击 删除这个actionitem 这里显示一个toast 删除 点击添加 显示添加 点击发送邮件 发送邮件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 响应actionitems的点击事件 我们这里给大家讲解的 只是actionbar的基本用法 actionbar还有很多高级的主题 比如 如何使用actionbar进行导航 如何为actionbar添加tab 如何自定义actionbar的各种各样的样式 大家感兴趣的 可以到官方文档中自己去阅读和学习 这里我们就不一一进行讲解了 只是给大家讲解这些基本的一些主题 带领大家入门 好 本节课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 根本节课